嗷嗷嗷嗷嗷嗷嗷 好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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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 kaik 相信大家都會懂得出去的朋友不相信邪 就是不相信鬼神 而且还很响响沙沙沙沙沙 其实那也没问题 因为宗教信仰自由 不需要把你自己认为是对的 逼人他也不会说来逼你 这次这个故事就是讲 一个在外国回来的 大约30岁不对的男人 他所遭遇的真实个案 他租了一间鬼屋 这个年轻的男士 他就由外国回来香港 找了一份很开心很满意的宫 跟着就去找那些公寓大厦住 总比起来找到一间有两间房 很大的差不多一千尺 他很喜欢很喜欢 而且是很新鲜的 他那个经纪很好地跟他说 他说不过这间屋是发生过命案的 又在这里自杀 你介意不介意 因为他在外国真的从小做到大了 他说I don't care 他说一来他喜欢的地方 而且很就他上班的地方 真的可以说不用开车 去都可以去到 走都走不去 而且四东柏达 接近那些夜生活 酒楼 餐厅 都不知 很好合去理想 加上 租金非常便宜 便宜到外面 20% 通常如果你说10元鸡 便宜到20%不是很多钱 但如果你周间 Condo 大约2万元的话 便宜到20%便宜到很多钱 你一年计下来 差不多10万 他很开心很开心 搬进去 一搬进去的时候 就望着 请客House Warming Party 就是我们所说的 入火宴外国人 很流行很流行的 但他认识朋友太多 所以差不多五六次 每次请十几人 因为病房不是太大 虽然有一千尺左右 很开心 他一搬进去那个月 哇 晚晚累得不得了 一搞断了 就立刻跳上床 就睡觉了 因为又要装修自己的家 虽然做得很漂亮 但他要把家事 挂画 之后来摆设 加上又做了很多 House Warming Party 做了这么多东西 所以很累很累 但是很开心很开心 一切都非常之好 一切都准备了 工作如常 生活如常 Darick每天就一早上班前 他就去附近健身做運動 要麼一下班後就馬上去健身做40分鐘的運動 然後再出去跟朋友去吃晚飯 去派對 去玩之餘 那天他回到家洗澡 他就是用浸浴缸的 蛤 他就塗一些肥皂到大腿那裏 他看見大腿有紫色印的 然後他用力按一按又不痛 他又覺得沒什麼 然後他塗這一邊的時候 又發覺這一邊外面有一紫色印 他又按一按又沒什麼痛 他問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難道我自己粗魯 走路或者經過桌椅撞到都不知道 因為他大隻嘛 肉多 那不覺得啦 他想說 算了算了 以後都要自己小心點 免得整身都瘋了 走開 不要坐著我找的 不要坐著我找的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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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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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過了沒多久 他呢 開始覺得自己常常 好眼睡好累 無精打采 那樣 但是呢 他三十歲仔都未到的 好Sport型 好大隻 好陽光 就是那些 你一見到他呢 就會覺得 哇 好充滿活力 朝氣陽氣 的一個男人來的 青壯 三十歲未到的 叫少年 是吧 但是他發覺自己呢 好累好累 還有晚上呢 整天呢 睡一陣子又醒 然後一陣子又醒 好累好累 那樣呢 過了 一個幾月之後呢 他又去每天都去健身 那次呢 遇到一個去旅行 很久 回來的朋友 老友來的 是死黨 那他就跟Darick說 喂Darick 你好像潮水了好多喔 他說 是啊 不知道那時候這麼累的呢 那跟著那個 他的朋友就說 哇 你幹嘛 慢慢 打架 又說 好happy 被人撕到全身都瘀了 是嗎 他自己看看 哎呀 真的喔 大腿和手臂後面 真的瘀了幾快喔 跟著他的朋友說 你看你的背後面 因為他見不到 尤其是背脊的嘛 經朋友一講 朋友馬上 帶他另外那些尖的鏡 鎖著 給他指給他看 哇 真是幾快喔 那朋友問你痛不痛的 他說不痛的 一點都不痛 他跟朋友說 有很多很長時間 都有這個案子 朋友說 因為他這樣都會有大招呼 你最好看醫生 因爲 無論白事 誰會說 一塊兩塊才撞到 乾淨 但你就整成這麼多快 小孩 這麼久了 就去查一查 去見醫生 報告出來 說他非常健康 什麼問題都沒有 他說 但不是喔 我這幾段時間累得不得了 無精打採 醫生說不定你的壓力 有些壓力是無形的 或者是你心理的 你不如休息一頭半月 真的沒事 Terry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然後他開始 在房間半夢半醒的時候 聽到客廳有聲音 撞的聲音 撞到東西的聲音 撞到椅子 撞到桌子 撞到沙發 有些好像撞到東西的聲音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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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燈 一看 沒事的 他覺得奇怪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他回房間睡覺 那幾天晚上他又聽到 客廳有個撞的聲音 這次他很大膽的 就起床 不開燈 靜靜靜靜靜在睡房裡 走出去聽到看什麼事 因為他一個人住 當然不會關房門睡覺 在睡房裡 他看到客廳 即是出騎樓的玻璃門 對著騎樓 突然有一雙黑手 握著欄杆 慢慢慢慢爬上來 嘩 看一看 你不是在騎樓嗎 不是跟我說笑 他想想 賊有沒有搞錯 爬上十幾樓來偷東西 現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會放很多現錢 或者名貴的壽式在家裡 搏什麼 然後他就看看什麼 然後客人一路一路爬爬爬爬 接著 他爬上十幾層的騎樓 爬進去家裡 他好像掉下來 然後抬頭看著Darick Darick又看著他 不望又是可一望 嘩 嚇到Darick 因為那個人整個臉是白 又白又青 兩眼無神 黑漆漆的 一看就真是鬼了 不是人 他嚇到目凝口 因為他不相信這些 但他親眼看見真的有這樣的影 由騎樓爬爬上來 嘩 他嚇到不得了不得了 即刻開燈 即刻打開了騎樓的那個門 即是那個玻璃門 聽什麼事呢 但一開門 不見到那個影 嘩 他那時候怕到 有背後 脖子在後面冷到全身發震 他開了燈 那一晚 即刻關上騎樓 蓋上那個白熱鍊 然後呢 就 在房間裡 盡量想著睡覺 但都睡不著 睡著又醒 翌日呢 他就叫他死當老友 跟他死當老友講的個案 他死當老友說 他就說 不然這樣吧 你醫生有驗過手下 你沒事 但你身體真的整天都很瘀傷 尤其是你昨天 見到這樣的事情 他就說 相信我 相信我 我一直是鬼來的 他就說 我幫你找個師傅來看看 他就說 不會浪費很多錢的 你看一看 聽他說 起碼你心安美得 是不是 通常一般普通人 經常都跟他說 他都不相信 但是由死當老友講 他會聽得入耳 那就好了 你幫我找個師傅 他的朋友說 No problem 我立刻幫你辦一件事情 因為很緊張 尤其是看到那隻鬼 爬進去家裡的劇樓裡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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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眼 我 給我 把我 那天他約好師傅一起去他老友David的家 師傅一進去他的屋 就覺得這間屋不妥了 雖然這間屋很大 四四正正 很乾淨 很有陽光 他立刻說這間屋不乾淨 有鬼魂 David說我沒見過 我又沒感覺到 法科師傅每個房間去看 接著就去到大露台 那個門 他立刻說你全家屋最陰最邪 就是這個露台 這條門出去露台那裏 他說一定有鬼 你的身體情況 你朋友跟我說醫生說你什麼問題都沒有 通常有些人認為很多現代化的法科師傅都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說不定自己疲勞過卷 或者壓力 或者精神有些問題 或者有些輕微的精神分裂 所以有疑神疑鬼 但是他這次來到這裏一看 我發現這間屋是有鬼的 露台那裏 那個鬼的靈魂就是那個露台 那David說 不可能 然後David跟他說 我租這間屋的時候 Agent跟我說這間屋死過人 那那個 法科師傅就說 一定是死過那隻鬼了 他說如果你想 我詳細些幫你做的話 那下次再來 要做法 起個壇 之而且你跟他溝通 那David就很有疑 就覺得 唉 他說 好吧 讓我想考慮一下 然後 那個法科師傅走了 那David跟他的朋友在家 那朋友說 你聽法科師傅說 這個師傅是很厲害的 他不會騙你的 大哥 他騙你多少錢 既然他可以說到 你那個 出去 騎樓那條 那個 那個 那個玻璃門 很邪 他認為 那隻鬼就在那裏 不然 我們 請他來 做一場法事 或者正式的一個儀式 看看怎樣 跟那隻鬼溝通一下 那David說 嗯 因為老友記跟他說 他會接索一下 嗯 等我遲些先 我OK 他說 他說 Not in a rush 對嗎 看什麼 你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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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朋友第二天 就馬上約師傅 師傅就要晚上才來到 大約九點多才來到 師傅就跟他說 他聽你朋友說的一些清醒 我都說 鬼一定是在露台那裏 爬進來你家 進來你家 他說 現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開壇 跟鬼問他 什麼原因 什麼事 留在這裡 可不可以離開 不要騷擾 大約會說 好啊 麻煩你 麻煩你了 好像人家說 你不見鬼都不怕黑 不見棺材不流淚 現在相信啦 沒辦法了 是不是 不用避啊 我來帶你下去啊 帶你走啊 帶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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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跟他的朋友 和法科師傅 聊得來 說得來 擺到桌面 做得來 差不多11點了 因為師傅來得很慢 那他呢 他就 開始呢 做儀式 我們不知道他做什麼 我們唯有說 他在做法 他做完所有的東西 所以呢 就跟David說 他剛才和那個靈體溝通過 原來這個靈體呢 他是 這裏前一手的 駐客來的 他 因為很多事情 不如意 想不開 就跳樓死了 就是由你這個騎樓 跳了下去的了 那所以 因為跳樓死的鬼魂呢 他每晚都要回來重複一次 這次他跳樓死 如果他的陽秀是未盡的話 這一個跳樓死的 前租客呢 其實他的陽秀有排都未到 所以他每晚都要回來 每晚都要回來 每晚都要回來 那 David說他回來 但為何會突然撞到我 周身這樣 然後師傅跟他說 他每晚回來 在客廳和露台那裏 那一隻前那個業主 前那個組合跳樓的時候 不知是何時 氣壓定 改了一遍 或者不知是怎樣 他都未衝到下去 都未 兩隻眼睛 就 掉了出來 兩隻眼珠 所以他現在每晚回來 就是來那個露台 邊邊那裏 在找他的眼珠 說不定他沒有眼珠 看得不清楚 撞盲 所以有時候 你整天被他撞到 撞到 周身雨曬 你都不知道 剛來的時候 因為你 陽氣還很好 身體還很好 所以你感覺不到 但是因為你住了這麼久 你開始被那些 陰氣 搞到你個人弱了 所以你就感覺到 他撞到你那種 輕微的撞你 哇 David聽到話 Oh my God 跟著他就跟David說 我試一下跟他溝通 就說我們幫他做些法 讓他往生 超渡一下去看看 能不能離開那裏 那道士繼續跟他溝通作法 他說那個男的鬼魂 跟他講話 他要找回他的眼睛 那個法科試法 我幫你整個紙紮人 寫完你的資料 然後把他放進去 而他支撞到兩隻眼 重新幫他放進去 然後燒給你 希望你可以看到 解決了你的心願 然後這個男的男 Johar David 會燒很多金銀衣紙 和你打一場大的法事 希望你不要搞他 那這個鬼魂 就心急 他一聽到說 燒個人 把他給他兩隻眼 他就答應了 之後 Fast Force Future 跟David說 要在他腦台上做法 幸好不需要 因為現在大閒下面 不讓你這樣做法 他們就在腦台上做 因為那個鬼 是回來腦台 他以為他自己 兩隻眼睛 掉到腦台那裏 所以慢慢回來 所以他們就決定在那裏做 真的 買了很多很多製品 衣紙燒 沒辦法 他買了一個桶 被人告也要 因為太恐怖 這樣的案子 就在那裏燒 買了兩個房 多了兩個房 噴火器 萬一有事 就叫他朋友 跟他直接噴 燒了給他 然後法科師歡 跟David說 雖然他答應了 但他沒有說到這隻鬼 跟他聊天 說條件 但他有一件事 他的身體 既然變得那麼弱 他提議你 搬家 不要再住 因為你騙不住 那隻鬼 而且 鬼 有時候 未必信得過 他講些話 否則香港人 都不會說 被鬼騙什麼 鬼騙你 說不定 他收了東西之後 或者眼睛用不了 或者他收回眼睛 看到之後 他發覺你是一個男人 跟他差不多年紀 又可以控制到 將你變得那麼弱 分分鐘 他可能會對你不利 或者找你做提身 讓你跳下去死 他可以超生的 David一聽到之後 他說算了 反正又不是買的 我馬上跟二主說我要搬了 他說上下期我都不要了 因為他本身都很富裕 聽那個 法科師傅說 他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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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就通知業主說他不再租 他高度就跟他說了 那樣的個案 而業主也知道 他有四個人 他竟然說得出來 是一個男人 是一個男人 他說OK 反正他 這位Darwick也就擺明了 你不管你 我還是不會組到這樣的個案 如果你要告他 就告我 不然他又說 不收回他的首旗和尾旗 而業主說OK 你搬吧 這個Darick真是醒來 立即租了一間月租的酒店 搬在那裡住 連一間屋住一天都不肯 然後就慢慢再找屋 再搬 所以大家要記住 便宜莫貪 尤其是租屋 買屋 不可能會便宜給你的 一定有問題的 你又不是去親戚 又不是去情人 香港人說沒那麼大隻腳趕隨街跳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點 有時候有些人聰明 住在空屋裡沒問題 是他或者本身福分夠 他的氣場夠 他可以殺得住 夠殺氣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 所以最好盡量盡量都不好了 如果經濟有問題 那便租間再小一點 便宜一點地方 或者搬遠一點 辛苦一點 反正無所謂的 你辛苦一點都好過 分分鐘的命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要記住 不可以僥倖的心理 學習一下Darwick 又不信 很囂張 變得深信不疑 然後住第二天 都不肯再住一晚 立即租一間月租酒店 搬了這些東西 立即退租 其實都是好的 因為他都知道自己 竟然看到鬼 被他撞到這樣 又聽法科師傅的解釋 所以他立即決定 走人拜拜這樣 是好處來的 雖然這是《談鬼說鬼話鬼》的節目 但是我不是盜人迷信的 而且我非常反對人去迷信 什麼都不可以迷信 譬如你沉迷倒色 沉迷美色 沉迷毒品 沉迷風水迷信 很嚴重的 分分鐘 架破人亡 很多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說這個《談鬼說鬼話鬼》的節目 一來我自己有靈異經驗 而且我從小都很喜歡 這些靈異的個案的個案 所以打算分享給大家看 其中最主要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 每個個個案發生的前因後果 希望大家盡量避免發生這樣的事情 還有自己多點留意 在這裏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身體健康晚事如夜 希望你給他like 訂閱 share給你朋友 訂閱是不用付錢的 又沒有coder限制的 在這裏多謝你先 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就是我這個 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下次見 記得按LIKE 訂閱